第三试题,在学习质量守恒单元时,我们知道钢丝绒可以燃烧,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铁钉却难以燃烧,请问这主要的因素是什么? 我们知道钢丝绒是一丝一丝的,所以它跟空气的接触面积比较大,我们又晓得接触面积会影响到反应的快慢,所以第三试题问我们说,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铁钉却难以燃烧,请问这主要因素是什么? 我们答案选的是,钢丝绒和空气的接触面积大,加热后反应速率快而剧烈